我们这一课继续来讲神的主权 我们上一课已经读了一些的经文 读到历代之下第20章第6节 我们说读经文的时候 要注意神主权的旨意 主权的的意思就是说 神身为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的旨意 按照祂的主权所计划的旨意 和第二 祂伸展祂的主权 祂表达祂主权的大能 旨意和大能 下面一段我们来读尼西米记第9章第6节 来 耶和华造了天上的天 与天上的万象 地和地上的万物 海和海中所有的 这一切都是祢所保证的 天际又要既旦意 耶和华造了天上的天 还有天上的万象 地和地上的万物 总的来说就是天地整个宇宙 我们不必去细旧 天上的天是哪 有几层啊 三层还是七层还是九层呢 那些都不是必须要去考旧的 这个总的来说就是一切的一切 好 诗篇22篇第28节请 因为果权 你看到果权 所以果度这个字就是这个意思 我再说 果度这个意思就是果权 或者是做王的王权 治理国的权利 诗篇47篇237和8节请来 因为耶和华知道是可谓的 他治理权力的大几乎 他叫万云不在我们以下 又叫列邦不在我们的脚下 因为神是全地的王 你们要用无信歌颂 神坐完治理万国 神坐在他的身旁坐上 这里有几个字 有全地 列邦 全地和万国 所以上帝的主权 是涉及全人类的 上帝是外邦 诸国万民万国万族的王 他不仅仅是以色列的王 他绝对不是以色列民的 一个部落的神明 好像其他的迦南 巴比伦等等 世界上差不多每一个民族 都有他的部落的神明的 我们中国也不例外 天啊 然后不同的省份 不同的村子有自己的土地公啊 耶和华绝对不是 所以圣经是以耶和华 对列国的统治为主题的 我再说一次 圣经是以耶和华 对列国的统治做主题的 以色列神拣选他 要他在万民中万国中 做耶和华的建政 诗篇五十篇十节到第十二节 请 这里提到百兽 生疏 飞鸟 走兽 就是说自然界 动物界 树林 植物界 都是神统治的 范围之内的 包括地震 海啸 打雷 大雨 诗篇九十五篇 三到五节 请 所以这个地球 跟大气层 整个宇宙是属他的 地 山 海洋 喊地 诗篇一百一十五篇 第三节 而我们的神在天上 都随自己的意志行事 他随自己的意志行事 这个意志呢 就是他永恒的计划 刚才我们说主权的旨意 那其他的经文 我们看到他的大能 他统治动物 统治大地 统治众心等等万国 但是呢 他都是随着自己的旨意 或者是意志 行事的 假如有一件事情 不是上帝随 己意来统治的话 那件事情就是偶然的 就是乱碰碰出来的 是不是 假如不是上帝 所定义计划的话 就是偶然的 就这两个选择 好 诗篇一百三十五篇 第五到第六节 请 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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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耶和华为达 也知道我们的主 超乎万神之上 耶和华在天上 在地下 在海中 在一切的深处 都随自己的意志而行 这里再来 随自己的意志而行 而且超乎万神之上 那当然其他的神是假的 就是说 唯有神是独一的真神的意思 不是说有其他的神 也妈妈夫妇 可以拿B 我们的上帝拿A 不是的 真的有这样讲的吗 儒家是九十分 道家六十分 佛教七十分 耶稣考一百分 这个是量的不同 不是值的不同 不是的 所有其他的是零 根本不存在 我们的神是唯独的真神 诗篇一百四十五篇 我们来读十一到十三节 请 传说 好了 这一段就比较强调神的大能 什么 大能作为威严荣耀果全病 前面那些是讲神的旨意 这段是讲神的大能 好 耶利米苏二十七章第五节 请来 我用大人和身处的板壁力 创造大地和地上的人 与身处我给谁去相依 就把你给谁 作为圣经的板壁还有脚 这个喇叭那个脚呢 都是指上帝的能力 上帝的大能的意思 所以到了路加福音第一章六十七到七十九节 撒加利亚的歌里面也有讲 兴起神的脚跟那个绑壁是同样的道理 是讲神的大能 好 放到后面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五十三节 来 那这段经文呢 跟撒末尔记上帝二章哈拿之歌呢 是同一类的诗歌 神做王 特别是神到成肉身到世界上来 做王的时候 上帝的统治 是要颠覆地上的权力架构的 权力架构的 耶和华是公义的 我们前面都讲了很多了 耶和华是公义的 圣洁的 是怜悯的 是信实的 所以当神来做王 耶稣基督是神 是王 他来了 当神来做王的时候 他要做的 就是要颠覆世上的权力架构 使以为聪明地变成愚拙 以为有势有利地成为软弱 蒙羞辱 所以主耶稣来 就是要颠覆 使骄傲的 谦卑下来 或者蒙羞 福音是传给穷人的 圣经的福音 不是要来支持 任何一个现有的政治权势的 不论是哪一个 从亚俗 巴比伦到波斯 到希腊 到罗马 到葡萄 到荷兰 英国 美国 苏联 苏联 将来的 巴西 印度 等等 耶稣基督来 做王 不 看任何的 国家 的脸色的 那我是 住在西方的 那我是住在一个 资本主义的制度的国家里面的 这个国家的制度 特别是他目前 使用这个制度 所做出来的事 都要受圣经的检查 这一类的 目前这种的 差不多无限度膨胀的资本主义 和圣经是两码事 你不能连在一起 把它当作旧 你说美国是基督教的国家吗 对不起 美国是一个反基督教的国家 不过很多基督徒住在里面 是啊 你看美国的道德媒体 哪里是个基督教国家 对不对 上帝要来颠覆 任何一个世上的 权力架构的 所以我们都要在神面前畏惧 四篇第二篇 内国的王要来畏惧神 要亲子的嘴 就是要来敬爱耶稣基督的意思 四篇第二篇 好 使徒行传十七章 二十四到二十六节 请来 创造宇宙 创造宇宙 其中无妄物的神 即使天地的主 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 也不用人手无事 好想减少什么 自己倒将生命齐心 妄物吃给外人 他从一门造出妄物来人 住在全地上 并且必先定准他们的连线 和所足的将界 这里说第一 上帝是不需要人的敬拜的 听起来很刺耳 上帝是不需要人的敬拜的 请不要误会 上帝吩咐人敬拜他 上帝喜悦 以心灵诚实 就是靠着圣灵和真理 来敬拜他的人 上帝接纳 悦纳 他子民的敬拜 但是那一位悦纳 信徒们的敬拜的神 是任何事物都不缺的 也就是不需要我们敬拜的 所以我们要去敬拜他 再来一次 因为神不需要我们敬拜 你才去敬拜那个神 需要你敬拜那个神 尼菩萨 不要去敬拜他 对不对 只要有一个神 是需要你敬拜 不可的 那他就缺乏什么东西的吗 那个不是宇宙的最高的真神 宇宙最高的神 肯定是自主的 自己都充满一切的 上帝不需要爱的对象 父子圣灵 彼此相爱 好好的 他是出于这个丰满的爱 来寻找罪人 来爱他的 好 下面还没有完 下面他是从一本 从一个祖先 造出或者一个血脉 造出万族的人 住在全地上 上帝预先定准 他们的年限和住的疆界 年限就是历史 疆界就是地理 年限加疆界 就是历史 加上地理 就是文化 每一个国家 每一个民族的历史地理 就是他的文化 和每个人 我们每个人的历史地理背景 我们的文化背景 都是上帝预先定准的 都在神的主权的手上 你出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哪一省的 我出生是英俗殖民地香港的 那是远远是1997年之前 是中国解放之后两年 都是神定准的 对不起 我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一段的 1949到2010这段的教会的历史 所以我没有权说 我是属于那个群体的 你也不是属于我那个群体的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背景 都在神的手中 而且是由他预先定准的 为什么 要我们寻求他 下面那一节就说了 所以没有一个人 可以自卑 应该自卑 每个人应该自卑 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夸 因为所有的权势 都在神的手中 神要来颠覆这个世界 但是每一个人的文化 都在神的手中 神的计划中 启示录21章第24节 还有第26节 那里说将来在天上的耶路撒冷 地上的君王 要把他们的荣耀 还有把列国的荣耀 带进新耶路撒冷 什么意思 我们将来我们的文化都要改变 都要改变 再没有罪了 天上有改变了 完全荣耀化的 中华文化 欧美文化 非洲文化等等 怎么样子不知道 肯定跟地上的不一样 带进耶路撒冷 好 最后 启示录19章第6节 请读 那这一段呢 就是弥撒亚神区那个 哈利路亚送的那一段 哈利路亚 就是讲这里 后面就讲了 我们的神全能者 做王了 请听 我们的神 从来就是做王的 但是按照他永恒的计划 他的定义就是要 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升天 特别彰显神是王 主耶稣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主耶稣复活的时候 父神赐他一个新的名字 就是主 第二个新的名字 就是儿子 主耶稣从来就是神的儿子 在永恒里复生子 但是在复神的救赎计划里面 当救赎的计划 从创世纪第3章15节那里 一直发展到 主耶稣复活升天 救赎到了高峰的时候 父说你是我的爱子 说了很多次的 但这一次是最荣耀的一次 所以主耶稣还要升天 向父报告 父加冕给他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那个并不是说 主耶稣从来不是主 现在才是 绝对不是 父子灵从来就是神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那是从他的本性来说 本质来说 但从救赎的计划来说 哈利路亚 主我们的神全能者 做王了 那你这个要从救赎历史 神的计划来看 神的计划就是 父差遣子来到地上 卑微做奴仆 死在枝架上 然后复活升天 做王 这个王是以他的 弥赛亚的职分来看的 而不是说他以前 在永恒里不是王 这两个你不要对立起来 神的本质就是王 就是主宰 但是在他的救赎计划里 他从永恒就计划好 然后人多了之后 他一步一步的启示 到主耶稣复活 升天 做王了 那当然 到了最后 他再来 有第二次的宣告 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 然后主要将国度交给父 在万物之上万王之王 好 下面我们要来讲 神主权的旨意 神主权的旨意 神的旨意 圣经用不同的词汇 来指神的旨意 希伯来文有 哈赫斯 资不 达中 希腊文有 布雷 资勒 上帝的旨意 是非常重要的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圣经说 上帝 就是万物的归一 万物的目标 至终的目标 就是上帝 也是万物的成因 宇宙的一切 都是从神而来的 上帝的旨意 就是创造万物的旨意 上帝按照他的旨意 创造万物 上帝按照他的旨意 保存 眷顾万物 上帝按照他的旨意 治理宇宙跟万国 上帝按照他的旨意 拣选他的选民 也遗弃那些 他没有拣选的 上帝按照他的旨意 所以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受苦舍命 上帝按照他的旨意 重生了那些得救的人 就是上帝按照他的旨意 圣灵来重生这人 按照上帝的旨意 圣灵使圣徒 成圣过圣节的生活 按照上帝的旨意 信徒在地上 必然要受苦难 按照上帝的旨意 每一个人的生命和戒局 这个世俗人说命运 戒局 都是由上帝所定 就算最微小的事情 我们的头发 麻雀掉在地上 都是上帝的主权 和旨意所定义的 因此 基督教一直都认为 上帝的旨意 就是万物的成因 虽然在哲学上 有一些的哲学家 说万物的成因 是the absolute 绝对者 这个是西方的 我们东方就讲无 太极或者无 印度教也不例外 不是的 好 下面给各位一个 很重要的神学原则 我们很多时候会讨论 什么自由意志 苦难 很多的问题 争来争去的 这些的神学上的争辩 告诉你 上帝永恒的主权的旨意 就是上帝所预定的旨意 是最保险最安全的 神学的最高的安息处 我再说一次 我们争辩来争辩去 最高最后的 神学上的安息处 就是神所预定的旨意 你再要推上去的话 就是神自己了 没得再推上去的 神的旨意 神永恒所计划的旨意 就是他自己在思想 他自己的计划 所以你不能再推的 你再推呢 肯定就出毛病 就变成一些其他的 哲学或者神学的理论 那你不要说 你来自一个 反神学的教会圈子 就不搞哲学的 错了 那些反神学的 很保守的教会圈子 很多老人家不知道 其实他们神学背后 有很抽象的哲学 不过他们不知道而已 所以呢 总之你不要再推上去 神的预定 神的主权的旨意 是所有我们谈论信仰 最高的那个安息处 你不要再上去了 你再上去就肯定出毛病 因为你再上去 你要去探索那些 上帝没有启示的事 上帝启示说 他是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 他要我们知道的 在新纪月圣经就够了 所以你再推上去的时候 肯定出毛病 比方说你喜欢在有 跟吴之间大作文章 那个是化舌天诛 所以没有要你去探索吴 你知道神的主权在深渊中 够了 你知道上帝也在 最奥秘的地方做王 够了 所以我们讲神的主权 你看到没有 我们这个神的属性 一步一步下来 理性的属性就是智慧知识 然后这个道德的 就圣洁公义怜悯恩典等等 现在讲到什么主权 只要用人的本性来分 就是知情意 对不对 你不要以为 讲预定是一个非常 只不过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事情 讲到神的预定 是讲神的主权 是讲神的意志 只有意志那个意志 神的意志所 所意志的 所定的 他的意志所意志的 所以我们神的主权 是动态的 因此 现在我们把这个 画成我们 平常幕会传道的 一个实际的应用 既然 讲神的主权 不仅仅是讲理性 他的知识 他的原本的知识 不仅仅是讲 他的怜悯的心怀 或者圣洁的本性 还要讲 他的主权的大能和旨意 因此 因此我们传道 我们讲道 要做三件事 第一 我们要宣讲 神要我们知道的知识 不要打折扣 圣经有讲的 我们就讲 可能需要三年五年 给你们的羊 很丰富的营养 慢慢的来 逐步的解释 因为我们的神 要我们知道 认识他 二 我们要神 向会众的良心讲道 因为神是圣洁的 不是侮辱听众 不是破口大骂 是苦苦良药的 苦苦的 向我们的羊 讲神的圣洁 第三 请不要忘记 你的老师是 加尔文主义的 是相信预定的 你听下面那句话 我们绝对是 向人的意志讲道的 加尔文主义 你不讲人的自由的吗 错了 既然神的主权 祂是随即一行万事的 你要知道 神那个主权 也同时预定了 要用讲道 用福音来重生人 扎住人的良心 叫人扎心治罪 所以 传道的目的 是要向人的理性教导 向人的良心讲话 要他治罪 然后呢 要人的 按照圣灵的大能 让人的意志 降伏下来 改革中讲神的主权 跟预定呢 是动态的 是讲意志的 因为唯有神才有 那个绝对的自由意志 随即一行万事吗 对不对 那既然神是随即一行万事 请问他行什么事 他随即一行什么事 那别的不要管 不要管神没有预定谁 那些不用管 你要管的是 神随即一要行的 他的话发出 不可能不成就 他要成就的事了 以赛亚书55章第11节 是什么 就是叫人扎心之罪 醒悟过来 降伏在耶稣基督下 降伏在他的话语之下 所以没有错 我们传到 不仅仅是传理性的知识 但是不要忘记 人的理性的需要 不仅仅是要 要唤醒人 也要讲知识 但是的确是要唤醒 人的良心 但是不要忘记 你这样做是为了爱 主耶稣基督的羊 他的圣洁 他的怜恿 也不要忘记 所以神的属性 绝对要影响到 我们怎么传到的 我们祷告 感谢天父给我们 你自己的护照 不论我们护照是 做教导的 传讲的 服侍的 治理的 宣教的 或者是祷告的 执行我们的信心的 执行我们的爱心的 都求主 祢给我们看到 我们怎么样 从祢的话语得到 信息 安慰 胆量 帮助我们 怜悯我们 也在未来的年日 使用我们 都按照祢的怜悯 谢谢你